在美國我們父母 也算是孩子的啦啦隊 他們一直會支持那個孩子說 你生活得驕傲 什麼的 我自己覺得這種鼓勵的方法 非常好 但是呢 現在也有一個 非常好的懲罰方法 那就是接管他們孩子的帳號 我們都知道 小孩子特別在意 他們的社交媒體帳號 是嗎 好過分 特別可怕 所以在德州 最近有一個父親發現他的女孩子 半夜就出門了 所以為了懲罰他 他接管了他的Instagram帳號 兩個星期 確實他女孩子的風格 在髮自拍的 然後他也模仿了他的BM風的 粉紅色的衣服 我給你們看一些照片 對 這個人 對 還有他也安排了 他自己的朋友們 過來他的家 然後模仿他的跳舞視頻 所以你看得到 那個女孩子特別不開心 也上了新聞 你看一下 也上了新聞 這個可能是我最喜歡的 好可愛 以後我可能被刪掉 挺可愛的啊 什麼 每個人有一點瘋狂吧 也不十分 我可以幫我